跟小孩子在成長 我們今天也是蠻幸福的 這裡面他有提到 直到我離開台灣 住進不同文化的這個國度 建立屬於自己的德式家庭 我才真正感覺到自己的幸福 才真正開始要蒙出新娘 還有在進步 不斷的在進步 他發現 家是一個需要很多愛跟溫暖去灌溉的地方 這是需要很多紮實的學習才能成就 後面這些有一些文字是我加上去的 特別去給他強調一下 需要很多紮實的學習才能成就的 這樣子 這個好像是我給他加上去的 這個是一個果 這是一個果 大家看到這一個果的時候 就非常高興 非常讓人家這個 這個世界上這麼美好的這樣的 無論是顏色或者是怎麼樣 你口多好 或者是觀賞就好 這麼美的東西 但是這個果呢 要到這麼漂亮的一個果 在他的前面是需要很多的陰在裡頭 需要很多的陰在裡頭 所以要有很多的暗 很多的溫暖去灌溉 所以這些他都是在 俄國他都是在描述這一個部分 他的投入 他怎麼樣去營造一個非常溫馨的一個家庭 大家可以從一開始的時候 他的婆婆 跟婆婆的一起種花那樣的一個景象 你就可以感覺得到他跟 他的婆媳關係是非常完美的 非常融洽 這樣的話營造出來的一個小孩子成長的環境 煮晚餐 這些說真的也沒有說 一定是在德國才有 不過這樣的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組合 一個組合 除了BMW跟電子之外 是不是也這些元素也是不可缺少 這樣整個鬥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 所謂先進的燈火 所以這個是我們下午的這段時間 大家可以來思考看看 啊 我們就來問問我們自己 說 確定我們自己知道幸福的模樣嗎 我們可以稍微聽一下 想想看 我們是不是自己知道幸福長得是怎麼樣 好 那這三張照片是他挑選出來的 他可能是為了要定義他的所謂的幸福 啊 這裡面 這個是文字裡面 他說 啊 主婦這兩個字 在他們德國也叫做生活經營大師啊 是不是 應該是 生活經營大師 啊 那 這一家人的話 他整理了這樣的 這麼舒適的一個生活的環境 啊 啊 讓人家看到的話 就 啊 不想離開啦 一直想要待在家裡走 還不想離家出走 啊 啊 這個 營造這麼一個舒適的環境 啊 這是他先 他跟他先 這個是他的鄰居嘛 啊 跟他先生的一家 啊 在他家門口造這個造物 這樣的營造出來的這樣 是不是就是我們所謂的幸福的一個景象 啊 好 那從這裡我們一方面從這個景象來想想看 一方面來看看他怎麼樣來帶小孩 啊 孩子出生以前他在德國是寫作 他是一個一個特派記者 啊 啊 他後來就變成一個圈子 啊 在家來帶他的小孩子名字叫恩典 啊 啊 越來越能收人生巧 開始懂得 他是這個恩典 啊 這是我的節奏跟需求 啊 啊 啊 所以他就第一個定義 他這個總共 下了三個定義 啊 信武下了三個定義 啊 啊第一個 一個信武的模樣呢 是我沒有上班 他覺得他幸福是因為他沒上班 他覺得我在德國的兼職工作呢 寫稿呢 跟採訪呢 只需要發揮我百分之三十的氣力 他不是專 特派記者 他不是專任的 他只是一個兼任的 他 他最後講 他說能夠看著孩子成長變化 是上天給我們復古的 啊 生命的大禮 啊 生命的大禮 啊 他能夠 這樣子來 帶小孩 啊 小孩子的辛苦呢 大概說 可以把他 轉化成他的一個最大的一個 一個享受 啊 好 那再下來 就來問一下啦 啊 就是說 幸福跟國家是不是有關係 啊 我們覺得我們在台灣 啊 我們有時候會抱怨我們的環境 跟抱怨我們的政府 啊 啊 德國這個國家 如果在我們的心目中來講 我們經常都會拿 德國 日本 什麼 新加坡 來跟我們的政府進去 啊 往往我們覺得我們的不幸福 都是因為我們 所隸屬於的這個國家呢 虧待我們 啊 我們如果今天是在 譬如說韓國 他的政府有福島三星 產業呢 就彭博發展 那我們的HTC呢 就是自己要奮鬥 啊 所以我們的科技呢 就拼不過人家 我們的經濟發展 就 外匯呢 就沒有辦法像國際上 其他的國家那麼的 啊 發展的那麼好 所以我們的經濟發展呢 就會受到 啊 發展的這個 困難 啊 那這樣子的話 都是 在討論的都是說 哎 國家是主要的影響 那我們來看看他的感覺 他說 第二個幸福要感謝德國政府 好像是 其實是有一點這個味道 啊 啊 那在德國呢 每一個家庭 有孩子誕生呢 就有一年的父母經貼 啊 那有父母經貼 啊 所以他的 舉一個例子 他的好朋友 Step呢 是中學的老師 啊 中學的老師他說 根據他的這個法律的規定呢 那就是 小孩子出生以後啊 他可以在家 專職帶小孩 然後領的薪水 是他原來的 70% 那真正法律講的是 68% 大概把他 大約記起來的話 大概70% 這樣子 那大概 這個東西好事的話 他的薪水就是 用 用70%算的話 他是6萬塊 那大概他的原來的本金 大概是8萬多吧 那乘以70%就是6萬塊 6萬塊不必工作 政府給你的工作 就是你負責把這個小孩子帶好 這個小孩子不是你的小孩子 這個小孩子是政府的小孩子 這個小孩子是國家的小孩子 是國家未來發展的希望 你要幫我把他帶好 我給你錢 啊 他們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好 好 那像我這樣沒有全職的工作的人 每一個月也可以領到 台幣大概一萬兩千塊 啊 那大概 嗯 孩子呢 每個月也可以領到 168歐元 領到他 嗯 168歐元的話 大概是兩百塊 六千塊 五千多塊 將近六千塊的 這樣子一個台幣 小孩子領五千 媽媽領一萬號 爸爸領六萬 哈哈 錢家就是來帶那個小孩 那個小孩是 是國家未來的主人 真的沒錯 啊 用這樣來看待他 啊 用這樣來看待他 所以一定要把他栽培成為 一個有用的 一個 一個未來的一個 國家的希望就在那個地方 所以呢 要老爸回家當然嘛 所以就感謝新一代的 德國男人愛小孩又愛家 啊 一下班呢 就 雖然很累了 也要排想 帶小孩子去公園玩玩啊 洗洗茶啊 說說故事 啊 所以這個是我們台灣 男人應該學習的 啊 那我過去 我自己在當爸爸的時候 也是錯過了這段時間 啊 啊 這個也是 就是 當時沒有圖這一個 夢想德國還沒有寫出來 啊 不能怪我 啊 啊 孩子出生以後 有14個月的父母 遺嬰假 從2007年6月開始 所以這個是68% 正確來講是68% 所以 經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這樣的一個新一代的德國好難忍啊 如果說在家帶在小孩以後 他可能就能夠體會老婆的辛苦 這樣 像我現在可能還不是真的能夠體會老婆的辛苦 所以 可能也是嘴巴這樣講 沒有真的 像他這樣的話 講的話 就有歲無力 有歲無力 真正自己做過 好 那我們就 所以這個孩子是國家的工廠 那 因為在整理這個資料 那上個禮拜 他帶我一個同學從美國打電話回來 我就講說 那德國有這樣 這麼好的一個福利 他說 他們美國也是一樣 也是福利很好 也是這樣 但是 這個是付出代價的 後面會講 因為這些都是繳稅 全部都是靠繳稅 我們如果是這樣的話 大家也是不消 我們其實是 這些錢 是我們自己來支配 但是自己支配 往往不是把錢花在那個上面 他是把你的時間整個撐出來 你才能夠真的去照顧小孩 對不對 如果是錢 你自己支配 你可能就 還是繼續賺錢 你也還不會請假 你也還是繼續不休假 你還是繼續努力工作 還是不斷的賺錢 跟小孩子是兩碼的事 小孩子的成長跟這個環境 跟我們的賺錢 兩個搭不起來 好 幸福的第三個模樣呢 是什麼呢 合情合理的工作史書 這個有法力去執行 那我們台灣現在的情況 是這個部分 大家比較辛苦 像我兒子在台積電工作的時候 他就 到晚上十點半 十點半我打電話去說 他剛離開辦公室 每天都是這樣子 每天都是到十點半 他說 那你要少一點回去啊 工作那麼多嗎 工作有時候沒有那麼多 可是也不好意思離開 主管都沒有走 我怎麼好意思走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職場文化 其實是很不好 大家看到三星 兩百個員工這個重點 這個職場的安全 這些等等健康 他們有一個合情合理的一個工作史書 讓這個整個能夠平衡 生活工作之間 能夠取得一個非常好的能力 那幸福的模樣的第四個 這些好像是我加上去 我好像加了這四個 那我們這個有個段落 所以他們也有這種無障礙公共走道 所以讓英國車走到哪裡 就差不多 但台北市現在好像也 無障礙空間也做得蠻不錯的 我們推著英國車到處得了 都還蠻不錯的 每個小家庭健康和諧 療癒或支持家庭成員的 向上的力量 就是靠這個 靠這個小家庭的健康和諧 國家要變得強盛 其實不能說打高空 這種從家庭這邊建立 所以他們是說沒有時間寧可不要孩子 德國發揮龐大的福利支出 讓更多的女性 產生一個誘因 反正一個誘因 而且死子的誘因 就讓他們真的願意回家帶 我工作也算這麼多 我回家帶小孩也做這麼多 誰還要工作 一定會回家 那你現在這樣子一做的時候 交出來的小孩子才不會 整個的素質的平均提升的話 這個才能夠真正解決整個社會的問題 社會整個素質的平均的提升 比起少數的精英 的這種社會呢 又是比較健康的 然後這種北傑發生的這種事情 就比較不會有這種事情沒有發生 我們希望他能夠很健康 大家小孩子能夠健康 是通常能夠整體 大家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和諧的一個 一個一個生活環境 所以孩子的投資 誰是最大的受益者 他說國家是最大的受益者 每一個人都是受益者 每一個人都是受益者 非常地強烈 好 我們再來看 所以先進國家到底哪裡先進 我們不斷的在這今天的下午的 大家的這個討論裡面 我們就是不斷的來反論這個 來想這個 這個風車海上來蓋一個風車科技很先進嗎 這的確也是很先進 因為在海上要蓋這個東西其實不太容易 在台灣我們在海邊也想要蓋 這個很高 三層樓 四層樓 五層樓 非常高 這如果葉片斷掉的話 根本沒辦法上去修復 很困難的 我們颱風 颱風很多 這個很容易颱風過後 這個斷掉 所以這個的確就是一個高科技 到底這個重要還是這個重要 特別挑兩張照片在這裡 在還沒有看這本書的時間 我對德國的印象是怎樣 有了這本書從這個角度進來以後 我覺得整個對德國先進的這個 這個概念才有一個比較完整的一個 一個了解 才比較有一個完整的了解 所以先進國家指的是 做一種對環境 對人 對動物 植物 等等我們周遭的這些 人事實地物各式各樣的 友誕跟尊重 跟取得一個和諧平衡 我們如果能夠朝著這個地方來做 做到能夠這樣的話 這就是所謂的先進國家 所以是指的是一種 合乎健康的人性 不超時工作 但求 不超時工作 並不曉得是說不靜靜領領領 他們也來是非常認真的 德國人也是不苟言笑的 他們那個科學家我跟他們接觸 很嚴肅 很嚴肅 非常嚴肅 在討論問題的時候 比我們還要嚴肅 還要鎮定 非常鎮定 非常兢兢領領領 路出做入落而喜 享受家庭天文 製作等種平衡 所以平衡就是快樂 平衡快樂 所以我要找到兩個圖片來代表平衡 找了很久 後來找到這兩張 大家從這兩張圖片可以看出來他們有平衡嗎 看到他們有快樂嗎 覺得很舒服嗎 有一個部分是 藍色的 有一部分是黃色 這邊是有一些很多的色彩 我覺得這些色彩讓人家看起來也不會覺得很混亂 感覺到是非常的和諧 跟這個外界的綠色的這個背景的整個的環境 我感覺到是 我的呼吸跟他是非常的同步 非常的同步 而看到他的時候我的呼吸可以變得比較緩慢一點 我的眼睛感覺好像很舒服 整個整個情緒變得很平衡 我很喜歡這兩張照片 然後我就把它跳出來 各種各式各樣的色彩之間的一種協調 一種平衡 黑與白 黑與白之間 又沒有很強類的對比 讓你感覺很強類的對比 讓他們 光明跟黑暗 讓他們陰跟陽 讓他們能夠很好的一個協調 剛柔 讓他們能夠併濟 所以在德國的日子為我帶來許多新奇的美好 韓國最令我受用無窮的應該是他們的生活裡長變得平安 跟快樂 德國的生活不只是工作 如果是工作是代表是這一邊 那也總是要黑衣來休息 剛剛我講到我兒子那一種情況 是兩個失衡 兩個失衡 那下了班以後家庭經營也很重視 工作家庭之間也是要 要平安 不要邊聊 休閒跟工作也是一樣 期待能夠有時候能夠放空 投入自然環境中的身心討異 比如說學習過生活不重要 還是要去學習 有一個美國朋友 我去到美國去的時候 他住的那個房子 我看我在台灣這邊很難 像他住那麼好 那麼大的一個院子 草皮那麼漂亮 所以他說 可是我都要工作啊 我都是在 在我的辦公室 我一天能夠回到這個草皮的時間 如果回來就睡覺 很漂亮我也看不到 所以也享用不到 所以 工作時間 工作的平衡 還是需要去做調整 好 這個我們就告一段落 再來告二手的童裝 那二手的童裝是 是 是